王千元又有一部新戏,大人物上映了,我看了,可以说相当不错。改编自韩国电影老手,按理说国外的电影进行翻拍,都会拍杂。但这一次,完全没有,可以说,做到了非常好的本土化。很多人都在讽刺鲍贝尔怎么能够演刘亚人演过的角色。这个讽刺只要你看过电影便会觉得极其可笑。 因为,大人物里的鲍贝尔,用他用得实在是太正确了。现实里你有多讨厌鲍贝尔,电影里你会更加讨厌,而这正是电影想要做到的效果。我是真希望这部片子能大火,因为他真值得。今年华语时加,应当有他的一席之地。王千元这次担任主角,我是第一次发觉王千元是可以可爱的。在我之前的印象中,王千元演了不少反派。 尽管他面相似乎老实巴交,但他就很有办法让你觉得他顶坏。普通观众熟知王千元大概都是因为解救吴先生。在片子中饰演一个丧心病狂的绑匪。 凭借这个角色,王千元入围了第52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。这个角色没别的,就一个字坏。也正因此,坏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。王千元给人留下了演反派专业户的固定形象。 但文艺电影爱好者,都无法忘记王千元第一部主演的电影《刚的情》。在这部片子中,他是一个比较傻的父亲。 女儿想学情,她买不起,她尝试去偷情,没偷着,她打算做一把刚的情。听来十分不可思议,但你能感受到那种最质朴的父爱。 电影很好,王千元也演得很好。导演张猛是王千元的师弟,找上王千元,说我最喜欢你了。 王千元心里明白得很,喜欢个屁啊,你找不着演员,你找我。即使如此,王千元还是接下了这活。没办法,他喜欢这个剧本。 当时本来还有个江伟的电视剧要拍,他也给拒绝了。他像电影里的父亲一样坚定,执着。 愣是找来自己的同学,陪着张猛完成了这不肯定不会出名的刚的情。幸而,观众并没埋没好片。 而王千元也因为这个角色获得了第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。都拿最佳男演员奖了,是不是要大火了?没有。 获奖的时候,正逢钓鱼岛事件闹得欢腾,没有哪个媒体敢提及日本。兴冲冲地拿了奖,却发现根本没有获得该有的鲜花和掌声。 待谁谁失望,王千元也失望了。原来是皇帝的新装,你依然光着钉。 刚毕业时的王千元想法很天真,他觉得每演一部戏都能出名。这样的自信,其实更多来源于他觉得自己演得好,但演一圈,没这么简单。 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过来。我没有那种一部戏就能红遍大江南北的本领和运气。 是你的就是你的,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。你别老想那些没用的,你的命就是这样的,不是一炮而红。 这很容易看作是失败者的理由,但在王千元身上,我看到了他无奈的认命。 世界干嘛要对你公平,你就努力工作吧。你下回再得骂,你出不出名你下回都得再得奖。 你不得奖,就证明你这一辈子就干一次漂亮的活儿,你接着再干嘛。 接受了的现实的王千元不再去揣摩观众的心理,他只想把他的戏演好。 后来的他在看这段经历,他只把他看作是对自己的一个磨练。 那是老天爷眷顾你,爱你,让你去磨练。 他让你热一下,花一盆水给你冷却了。 然后再通过这个再热一下,花再冷却了,百炼成钢。 这样才能保持创作热情和积极的态度。 而,王千元从没在演戏上丢过分。 演员张义评价王千元,元哥不是一个纯明星的演员。 他就是一个纯粹演员的明星。 有观众曾问他心目中的巨织王是谁,王千元笑着回答,王千元啊。 在对演戏这件事上,他很少自谦,更多的是自信。 观众也难免给他套上个戏骨的标签,还有人曾经去问他怎么看小鲜肉。 在我这,没有小鲜肉的概念。 我是拿年轻演员,老演员,中年演员去区分的。 我也不想过多评论谁演戏怎么样,因为我拍戏没怎么接触过小鲜肉。 既然市场上很需要,很多制片人,导演都用这些小鲜肉。 说明他们还有一些可用之处,比如具备市场号召力。 相对来讲,在演戏方面,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天生就是学表演的。 是半道出来的,所以大家互相体谅吧。 我也想对那些制片人或导演说,你要觉得人演戏不好就别用。 别到时候用完了又骂人家,这也不太好。 你用他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的戏演得不好。 那为什么要拿别人的短处老说这个事情呢? 我觉得大家都有责任。 他的回答很不一样,很实在,很诚恳。 翻看了他的微博,极少发个人内容。 都是些电影宣传,替好友电影宣传,替自己的电影宣传。 至于所谓郑明流量的微博热搜,他也是从未上过。 一个好演员,也确实不需要这些虚的。 王坚元啊,你就继续这样纯粹演戏下去吧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